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在Tomcat的项目当中呢 对于这个静态编译的支持呢 其实也是很简单 因为本身一会儿我会说 在那个公众项目里面 会有一个单独的那个 一个单独的一个工程 来专门是一个Tomcat 在本身独立部署上 因为本身Tomcat是两种模式嘛 一种是独立部署 一种是签入式 对吧 然后在独立部署的时候 因为Tomcat也是需要 可以编译成静态文件的 那怎么处理呢 很简单 就是把Tomcat 需要常用的一些 类 比如说协议的处理 或者是endpoint 提前声明出来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JSON文件 对 如果想具体了解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那个文件里面去 OK 然后我先 那我就开始了 就是因为就是前面老板老师 讲了一下 关于那个Tomcat 技术方面的一些 一些议题吧 那我这次带来的是 一个非技术性的 那我 主要是向大家介绍一下 Tomcat社区当中 如何参与进来 以及参与Tomcat社区当中 的一些途径 OK 那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涵 目前任职于网易有道 然后是22年成为的 Tomcat committer 然后今年是新进的 PMC member OK 那我本次的 将介绍四种方法 主要方法来参与到 Tomcat社区当中 那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一个翻译 Tomcat的项目呢 我们之前用过 独立部署的同学可能知道 Tomcat在不同环境下 它输出的日志 是不同的 是不同语言的 你比如说像中文环境下 可能最头疼的就是那个乱码问题 对 那个是由于它的编码问题 不是UTF导致的 那Tomcat是怎么管理这个 翻译的项目呢 可能那个有些大部分商务呢 代码其实就是 一个日志会通过文件 来区分出来不同的 那个语言版本 那Tomcat也不例外 只不过唯一一点在于 Tomcat它不是 如果想参与进来 就是说如果想翻译 或者是修bug 不需要提PR 也不需要动代码 因为Tomcat使用的是 Poleditor这个网站 这个系统来单独管理的 它的一些日志的 一些翻译的工作 那比如图中展示的 就是一个实际 我加入的这个中文翻译的 一个项目 那目前Tomcat支持的语言 大概有将近20种吧 比如常见的一些法语 西班牙语 德语等 那这个项目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不管你是会代码 还是不会代码 是computer 还是不是computer 都可以进行参与 只不过是需要注册一下 它账号就行 那这儿呢 主要有一点就在于 在实际 这个进行翻译的时候 一是除了条目要对应之外 最主要是里面 那个站位服务要保持一致 这个是唯一的 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途径就是 Tomcat社区的一个邮件组 那在阿华奇基金会下面的 所有项目 几乎每个项目 都有会有一个邮件列表 那Tomcat也不例外 那我这儿呢 主要是介绍两个邮件组的用法 第一个主要就是一个user 就是用户邮件组 在这个用户邮件组里面 做什么事呢 就是跟用户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 在实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些bug 或者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有一些 甚至于是可以是那种 Tomcat怎么用的问题 都OK 所以就是在这个邮件组 在用户邮件组 完成的 那如果大家比如说 我想问一些问题 或者是我在实际运营过程中 发现有些Tomcat的问题 有百度或者是Google 解决不了 那么大家也可以来 这个用户邮件组来进行询问 但是请注意的是就是 需要把你的问题 尽可能的丰富一下上下文 然后回复到邮件中 比如说你的Tomcat版本 你是用的哪一个版本 7还是8还是9还是11 然后你的操作系统信息 比如说你是Linux 还是Mac 还是Windows 然后还有一些你的配置文件 如果你是使用的是 SpringBot的项目的话 那最好贴下你的那个YAM文件 然后但是如果是独立部署的话 那就是贴下那个最主要的 那个Server的那个 插描护起文件 但是请注意的是 在那个贴文贴信息的时候 需要把你们敏感的一些 重要的数据给模糊掉 然后第四点是 如果是遇到报错 对吧 比如说控制针了 对吧 那需要把你的 那个详细的占调用信息贴上 那主要是问题 主要是为了是 越丰富的信息 越有助于我们去帮你排查问题 和复线问题 然后第二个邮件组呢 就是Dev邮件组 它这个邮件组 在Tomcat社区中的作用 主要就是跟Tomcat的开发有关的 那请注意的是 这个邮件组仅限于开发 如果有任何用户问题 还是得去用户邮件组 因为我们据这段时间观察 是有很多的用户来去邮件组 发问题 或者是两个都发 其实对于一些其他订阅 这些邮件组的朋友来说 是存在困扰的 OK 那在这个开发邮件组 干了什么事呢 主要就是关于Tomcat的 一个开发的讨论 你比如最近比较火的是 GDK21的一个虚拟线程 那关于Tomcat是否支持 虚拟线程 以及如何支持 那就是在这个邮件组下产生的 所以有可能有一些感兴趣的话题 大家可以去这个邮件组下去搜索 然后除了这个日常讨论之外呢 还有两个重要作用就在于 一个是接收 computer提交的一个代码的一个通知 第二个就是接收BugZilla这个也是通知 后面会说BugZilla是干啥的 OK 然后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Tomcat社区的Bug的管理和PR的接收 那这个呢 就是BugZilla 这个系统呢 是Apache 很早之前的一个Bug管理的一个系统 那这也其实因为Tomcat 那可能大家会有疑问就是 那Tomcat为什么不用Github的 那个issues 或者是confluence 文档或者Gira 因为在于Tomcat毕竟确实非常的有年代感 因为Tomcat目前为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 然后Tomcat算是 Apache基金会下前五 前五比较早的一个项目了 所以Tomcat从捐到Apache基金会下之后呢 它的Bug管理方式一直是使用的是这个BugZilla 其次第二个原因在于 目前Tomcat社区呢 也在观察是不是需要将这个BugZilla 迁移到目前很新的一些系统上 比如说Github的那个issue 但是因为毕竟来说 从整体上来看 这个就不像一个现代的Bug管理的一个系统 那考虑到这 没有立马搬迁的原因在于 目前来说Github它不是所有人都能访问的 有一些很多原因嘛 对吧 对 然后其次在于BugZilla目前来说 对于Tomcat社区而言 除了一些新手朋友之外 不友好之外 对于一些老朋友来说 它的功能完全够用 只不过它的界面比较老 不是很美观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Github了 因为目前来说 Tomcat对于Github的使用仅限于 代码托管 还有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PR的接收 对 大家如果有一些 比如说 想进行一些代码贡献 比如我想要提交一些代码的修改的话 可以使用Github来进行提PR 或者是使用刚才前面说的那个BugZilla 来提一个patch 那说到说完介绍完系统之后呢 那这主要再介绍一个就是关于idea的配置 那目前来说呢 就是通过我个人经历 作为一个新手 如果想参与到Tomcat社区当中呢 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 这个代码确实太复古了 太老了 像我们现在目前常用的一些 比如说项目管理 比如说用Maven或者是用Gradle 对吧 但是Tomcat呢 它使用的是一个 也是算是一个年代比较久远的 阿法旗下的一个项目 叫Ant 就是一个蚂蚁的一个 那个编译 依赖管理工具 那如果是作为新手朋友 想第一次 比如说我想 学一下那个Tomcat代码的原码 那不仅还没有到达那个 提交代码贡献的那种程度的话 那第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配置 那Tomcat的社区呢 也为大家提供了三种 idea的配置 那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步就是 你先去Tomcat的Github仓库 把代码拉下来 然后切到对应的版本 你想 如果你想 就是学习最新的一个 Tomcat11版本代码呢 那你就直接切 main分支就OK了 如果是8.9或者是 8.5或者是9.0都OK 然后第二步呢 你就是说 就是说你需要先安装一下 那个 这个ant工具 Apa旗下的一个工具 后面会说 因为你只需要安装完 这些工具安装完之后呢 你只需要执行ant命令 整个Tomcat就已经 就可以构建了 如果报错的话 99%不会报错 剩下1%报错的话 可能跟系统环境有关系 当然了 如果有问题解决不了的话 依然还是我刚才前面说的 把邮件去用户邮件发 发那个帖子 别的朋友 或者是computer 或PMC会帮你解答 然后呢 在整个代码 编译完成之后呢 那就是配置 idea 那我像我第一种 第一开 就是第一次 编译Tomcat原码 我就去百度 或者谷歌搜的 目前在看国内 就是 就两种方式 编译Tomcat原码 第一种方式 把Tomcat这个项目本身 改造层白用项目 第二种方式 就是 直接建一个 SpringBoat项目 然后编去 debug它的 那个embedded 这个 就是嵌入式的Tomcat 就这两种方式 没有 我目前没有看到一个 就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一个编译方式 然后呢 第三步呢 在前面都执行完之后呢 你只需要执行ant 比如说我最喜欢用 我最喜欢用的是idea 那我想要使用idea的话 我只需要执行antidea -intellig 这个命令就OK了 然后呢 后面这个 第四步呢 就是说 前面配置完之后 大家如果想要 贡献一个patch的话 那最好先学习一下 阿帕奇的一个 贡献的一个指导的指南 对 这儿我先列出了一个demo 那左边呢 是构建失败的 然后右边是构建成功的 可以先简单看一下 左边这个时候就已经 这先清理 对 这个右边是因为手动模拟的 因为我现在编译的是 TOMCAD 11 它要求的版本是GTK 21 那我当前运行时环境是 GTK 17 所以它会告诉我一个是因为 版本不支持的问题 所以导致的一个构建失败 对 右侧那就已经是编译成功了 没有任何报错 OK 那怎么能看你这个 以IDR为例 那怎么能看它这个命令 有没有帮你执行成功呢 那最直观的就在于 那你像如果是MavenSum 那IDR会帮你识别 哪一个目录是圆满目录 哪一个目录是测试目录 哪一个是资源目录 那左侧呢 是默认你打开 TOMCAD 项目的一个样子 全是灰色 你根本不知道 第一眼就懵了 第一眼都不知道 这每个目录是干啥的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就第一个目录 B目录呢 是TOMCAD 独立部署下的一些脚本文件 比如常见的启动或关闭 那第二个目录呢 就是Config 就是也是独立部署下的一些 比如说最常见的 Server的配置文件 也在这下面 然后呢第三个Java呢 其实就是存放 TOMCAD 圆码的目录位置 然后第四个Module呢 就是TOMCAD 除了TOMCAD本身 这个项目以外呢 还会有一些 小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TOMCAD的GDPC啊 或者是最近的一个 OpenSSL的一个项目 然后第五个呢 就是那个Resource 那个目录呢 其实存放的就是 一些常用配置 比如说 IDR的配置 IDR自动配置啊 还有以及刚才提到的 那个Grabble的那个 配置啊 那个Demo啊 也在这里面 然后TOMCAD的目录呢 其实就是单元测试用力 然后WebApp呢 就是他们看他默认的 一个文档 和Demo的一个存放地 就比如说 可能大家之前 如果运行过独立项目的话 可能一进一个首页 上面会有一个脏跑 那个WebApp就在这里面 那你执行完这个命令之后呢 就会变成右边那个图 那就会看到 会自动帮你标注出来 哪一个是Java研码 哪一个是测试包 然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 运行它的一个单元测试用力了 然后呢 最后一种途径呢 就是 也是社区目前比较看重的 就是一个发版投票 因为每次在 每一个版本 比如说8.5发版之前呢 会有一次社区的投票 那 参与人数越多呢 越证明这个版本的稳定 所以还是很看重这一点的 那怎么参与这个发版投票呢 也是 我这个比较详细 那第一 第一部分呢 就是需要有一些准备的工作 那第一步呢 就是刚才说了 你必须得先定义 就是先订阅这个开发邮件组 因为每个版本的发版呢 都会在这个邮件组进行通知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安装一个GDK环境 对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Tomcat 11 需要GDK 21 G以上版本 然后Tomcat 10呢 需要11G以上版本 9呢 需要GDK 8 然后8.5呢 需要GDK 7以上 G以上版本 然后第三步呢 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 它的一个Tomcat的包管理工具 就是使用 安装一下 阿发奇的Ant工具 然后两种方式呢 也是要么你要从 它的官网下的二斤字文件 或者第二种 使用你比较熟悉的 一个包管理工具 比如HOMEBREAL 或者APT 都OK 然后第四步呢 这个是可选项 因为可以用版本控制工具 也可以不用 然后第一步呢 就是你需要先订阅 订阅完之后呢 就是先搜索这个 相关的一个投票的 一个邮件 那就像左侧的 这个图片展示的 你去搜一下 大就是这个VOT 开头的一个邮件 然后呢 这个邮件内容呢 包含了相当于 大概三部分 首先这个标题呢 有一个VOT的标识 代表这个邮件 是关于投票相关的 然后后边呢 紧跟的是 当前要发布的 那个版本号 比如图片中展示的是 TOMCAD的11.0.M9的一个版本 中间这一部分呢 其实展示的呢 是当前版M9与M8的一个对比 这不会列出所有 只会列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更改 或者是更新 那如果想看具体的 详细的呢 可以去看那个Change Log 然后下边呢 这一块呢 就是当前版本的一个圆码的位置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把这个代码拉下来 也是两种方式 要么如果你不装 没有装版本控制工具呢 那你就从红框1的那个地方 下载 手动下载原码 如果有版本控制工具呢 就直接通过Git 这个Github这个仓库的GitTag 然后把代码拉下来就OK 然后第三步呢 就是直接去执行 它的一个测试 测试也很简单 就一行命令 就AntiTest 那如果是第一次参与 Tomcat版本发布的一个测试呢 大概是需要三十多分钟左右 因为这个单元测试用力还是很多的 那像在我电脑上 是需要三十分钟 这个时间是根据电脑配置来说的 所以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等待大概三十分钟之后呢 就会出现右侧的两种结果之一 那怎么能看到 就是说 Tomcat构件测试完之后呢 它是没有告诉你 明确告诉你 你有没有错误 或者是你有没有构建成功 或构建失败 那需要看 里面有一个叫 TestSued with Fail Test 这些条目 如果这条目下面呢 是空的 就说明这个构件 OK 你在你电脑下 这个版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如果这个条目下面呢 列举出来了一些 那个测试用力 那就说明这些测试用力 在你的电脑上 是没有构建成功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一下了 然后呢 这个每一个 Tomcat会将 每一个测试 单元测试用力的 那个日志呢 单独存放 但这个也是有格式的 它首先是在 是通过Test 大写 然后后面拼上了 当前测试用力的 一个全限定性类名 后面跟了一个IO类型 刚才前面第一位老师也说了 Tomcat会支持很多种IO类型 比如说NIO或NIO2 当然在D版本的话 在8.5或9的话 也会支持APR 所以说它会默认呢 会将这三种IO都打开 但是如果 比如 大家常用的可能是NIO 那我不想测试NIO2的话 后面也可以 也是有配置可以修改的 这是一个示例 因为默认这个 全部构建的话 时间太长了 所以我就只是测试了部分 展示一下这个过程 大概是什么样的 这个测试的是跟Cookie相关的一些单元测试力 OK 看到构建完之后呢 TestDate下面两个条目都是空的 说明OK这一部分的测试是通过的 在后面呢 如果比如说测试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用力失败了 那我为了确保它确实是失败 那可以 有命令是可以执行单个测试 或者是一批测试的 就像下面列举的 你只需要 如果想要单测的话 你只需要指定这个TestDate 这个属性就OK 然后这个演示的是构建当中 失败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在 也是跟Cookie相关 只不过是Moke的一个 空止针的一个情况 对 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TestDate WithFileTest下面这个条目下 会有两个 是因为这个TestCookie 这个测试力呢 同时测试了NIO和NIO2的 两个类型 这就是详细的一个日志内容了 OK 然后呢 最后一步呢 就是一个投票了 就是一个回复投票了 在测试完之后呢 如果你测试成功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把那个 加一票勾一下就OK 然后呢回复一下你的名字 当然如果你 如果回复了一下 比如说你的操作系统 或者你的GTK版本 或者是你测试多长时间 就是越详细的信息 也可以 不写也没关系 然后呢 如果主要是测试 对于测试失败 如果测试失败的话 那你需要提供一下 就是刚才日志里面 报错的一些具体信息 你的全部的调整站 以及你的GTK版本 并且还有你的操作系统信息 然后呢 请注意的是 请注意的是 如果在最后投票发版成功 就是投票结束之后呢 如果你是加一票的话 你的名字会在那个 NumMany下 代表的是 因为是你第一次的话 你不是PMC 因为只有PMC 才有这个投票的决定权 但是请注意的是 不管是加一票还是 但是如果加一票 还好说 如果是负一票的话 大家还是要积极反馈的 因为你的负一票的话 可能会直接停止掉 当前这个版本的 如果我们复现不出来 如果我们复现了 并且确实是确认出来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的话 那可能会终止掉 当前这个发版 那这还有一些配置 就是跟这个测试相关的 那可能因为 Tomcat用的ant包 ant管理的这个包 那他默认的一个存放的 依赖的存放的路径 是当前用户目录下的 一个Tomcat BuildLab这个文件 然后呢 如果刚才说了 默认情况下 它大概构建需要30分钟 是因为它默认的一个 测试线程只有1 那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电脑的配置 比如说像我电脑是12核的 那我就分配12个线程 大概从30分钟缩短到10分钟 那刚才也说了 Tomcat有多种NIO类型 那如果大家想要测试 测试NIO的话 那只需要把NIO2和APR 关了就可以 但是请注意的是 APR在Tomcat最新版本的 9.0或8.5是没有要求的 而不是是有要求的 在10.1和11是没有要求的 因为在高版本的情况下 它不需要APR了 就因为目前 Tomcat将这个APR的功能 完完全全通过 Java代码实现 不需要这个C的一个运行识 然后最后一个有用的属性就在于 Tomcat 因为是你在执行完之后 是把所有的测试用力 全部运行完之后 才统一输出这个错误的一些信息 那如果比如说 我想在测试过程中 只要遇到有一个问题 那我就终止这个测试的话 也是OK的 对 然后呢 这些列举的只是有用的一些 比较常用的 那个一些配置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些 比如 因为测试还很多 如果想看更具体的话 可以去 Build.properties这个文件 去看一下就OK了 然后这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好 谢谢大家 大家有没有问题 想要问李韩老师 可以问一下 老师可以介绍一下 现在Tomcat的社区里面的 主要工作和方向吗 因为我感觉 Tomcat的老稳了 似乎也没有什么bug fix 这种 这个确实是问题 这个不只是想要 这个不只是对于 想要参与Tomcat社区贡献的 像本身 社区已经 社区里面的那个 commuter或PMC来说 没有明确的 因为确实像您刚刚所说的 Tomcat的确实太稳了 bug报告也很少 用的人确实很多 但是bug报告很少 所以你如果想要去贡献的话 代码向贡献的话 除非是 一个是自己想去阅读 自己发现 第二种就是订阅刚才说的 那个开发邮件组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用户的反馈 对 对 可以跟进那种问题 但是如果 其他的应该就 没有什么 除非在自己的应用场景里面 对 也有常常 除非你是自己用的时候 确实发现问题了 自己去跟一下 这是OK的 哦 你他就是不像 像其他项目说 你那个GitHub 有那么多问题 带你自己去领 对吧 对 他们看的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多 OK OK 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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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